李強致命口誤引熱議 民主人士與兩會唱對台 記者追問秦剛在哪裏 謝鋒拒答將軍逃跑 人質談判陷入僵局 哈馬斯代表滯留開羅 擔心美國制裁土耳其石油碼頭 拒絕俄國進口船 美梅說俄羅斯派遣塞爾維亞間諜潛入歐洲議會 美梅說俄羅斯派遣塞爾維亞間諜潛入歐洲議會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 3月6日 禮拜三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問我是林欣 觀眾朋友們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錄音 這個是來自Kelly女士的錄音 她表達了對我們推薦的 三高代謝寶的感激之情 我們來聽聽Kelly說些什麼 她實在太好 我怕她斷貨 我本來訂了6瓶 效果很好 就買了24瓶 希望之星我真的謝謝謝謝 她真的救了我一個命 我糖尿病很久 吃這個以後我的那個小病 變成很輕瘦 還有我的頭鷹也沒有 希望之星我真的謝謝謝謝你 我真的假的真的很有錢 我可以幫助 會撐款給你們的 更多訊息請訪問健康520網站 我們期待帶給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中共兩會期間 北京試圖展示它的科技野心 對美國發佈技術方面的威脅信號 卻不料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的公開演講 出現極其致命的口誤 熱度超過了它的宣傳造勢 陳和布特 在兩會期間 中共揚言使用全國資源發展本土科技 領域包括人工智能到晶片製造 再度為國內科技支出增加10% 5日 李強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26次提到科技 達到2015年以來的最高峰 外界認為習近平政府熱衝舉國運動 樓下跨塔的經濟缺乏解約 勢必會令今年的中國社會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同時,中國半導體行業面臨嚴重發展難題 在同國際先進科技產業脫軌面臨歐美制裁的情況下 北京難以獲得足夠的先進晶片 嚴重影響它科技的未來發展 但是,在中共大造強國夢的同時 關於兩會的更多花邊新聞卻引發更多關注 4日 中共發言人宣布以後取消總理記者會的流程 對此有評論人士發表文章 稱記者會能夠進行一定程度上人與人的交流 公眾號張三豐的世界 善意鼓勵稱,大眾已經接觸了太多通報、看了太多文件 記者會的現場表演仍然會有偶然性的東西 會有一些閃光、一些有趣的時刻 不過,雖然全民通編未有任何批評 還是被中共網絡監管部門徹底刪除 變成了網絡404失蹤文章 不過,即使沒有召開記者會 李強亦在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會上出了錯誤 在上午9點前後,李強肯報告期間說 中國發展必將長風破落,後會有期 隨即,李強意識到出了錯誤,又改為未來可期 雖然中國官媒後來修改了口誤部分 但原始片段仍然在海外廣位流傳 網友紛紛嘲弄,中國發展後會有期 顯然是沒有什麼發展空間 總理想要推卸責任了 後會無期,直接懷念 網民高野凱評論認為 這個場合這個時候讀錯稿 其實就是一語成約 黨要完立,信心不足時 信念不堅定的內心反照 總理尚如此且,其他人更不要提立 也有網友嘲諷說 李強和習近平是老相識 不能比領袖更厲害,必須犯一些錯誤 還有網友評論說 中共終將寫進歷史的恥辱儲 在海外,資深民運人士推動清除中共運動 首屆海外國事會議在上週末閉幕 通過政治宣言 4日,會議發起人口華盛頓召開新聞發佈會 資深民運人士魏京生 和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出席 當日,民運人士在美國國會一間會議室內 正式宣佈中國國事會議的成立 聲明表示,會議的目標是 為中共跨台後的民主中國勾劃藍途 並引入全社會參與民主建設 討論如何團結起來 為建立一個全體中國人共有、共治、共享的自由、民主 公平、正義、法治的新中國而奮鬥 這次中國國事會議與中共的兩會同期召開 對此魏京生評論說 中國共產黨內外交困 內部搞得一塌糊塗 外部國際關係也搞得一塌糊塗 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見的 習近平拿不出什麼主意 共產黨也拿不出什麼主意 都是出一些修主意 會加快滅亡的過程 而這個會議要給中國人一個藍途 將來民主中國能夠解決問題 黃君濤指出 國事會議只在探討解決問題 第一是告訴大家 沒有共產黨之後的中國會更好 要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第二是要討論如何過渡 這次會議的宣言 就是概括我們在未來中國建設中的一些主要的要點和考量 中共前外長秦剛至今為止 仍然未在公開場合露面 引發公眾質疑 由於他日前被北京宣布辭去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有境外記者在5日下午追問秦剛的下落 和中共駐美大使謝鋒 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合路相逢 請聽報導 秦剛已經消失了超過8個月 至今未公開場合露面 網友評論表示 秦剛所謂持去人大代表 是很迷惑的操作 十分懷疑根本不是秦剛本人做的詞情 也是在兩會開始前 李常福的名字從國防部中央軍委的網站名單上除名 網友分享說 兩會期間 李常福尚未官方撤銷人大資格 然而人大發言人卻說 李常福已經不是人大代表 不能夠參加 看來現在沒有正常的行事程序 全憑領導口語決定一切 網民評論說 李常福不再是三品大員 不能夠再參加朝會 以前還要走過場 現在習近平一人獨大 連這樣的流程也懶得搞了 也有網友內涵說 你問劉少奇為什麼不能夠參加兩會 我說他都死了三年了 藉此諷刺中共政府缺乏透明度 失蹤的官員至今下落不明 3月5日由於人質談判進入僵局 極端組織哈馬斯 認埃及及卡塔爾調解人的要求 將談判代表留在埃及 同時以色列因無法接受哈馬斯的主張 拒絕派遣代表團趕赴開落 令美國等國的談判條庭面臨難度 請看報導 以色列方面此前表示 在多次應對食鹽問題之後 以色列不會配合目前的談判要求 此前由於哈馬斯多次拒絕提供所有生存人質名單的要求 以色列宣布拒絕參加談判協議 到了3月5日 會談已經延長第三天 埃及官方電視台承認協議面臨困難 以色列高級官員聲明表示 以色列方面並沒有拖延協議 而是盡努力達成協議 我們正在等待哈馬斯的回應 由於以色列代表團沒有出現在談判現場 會談主要由埃及等調解人主持 同時與以色列保持遠程聯繫 以色列時報報導指出 白宮在早前時後宣布了會議結果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5日 告訴來訪的卡塔爾總理阿勒薩尼 目前擺在桌面上的停火第一階段協議 包括釋放病人、傷者、老人和婦女人質 停火時間至少6個星期 外界認為 目前阻礙協議完成的關鍵問題 在約哈馬斯並未對外公佈生存人質名單 而以色列處於保護人質的需求 正在堅持這一主張 3月5日消息 面臨美國政府增加的制裁壓力 土耳其位於地中海的石油碼頭 宣布停止與俄羅斯進行業務往來 這對俄羅斯的能源交易造成進一步打擊 請提報特 在莫斯科發動烏克蘭戰爭之後 歐美國家普遍對俄國石油貿易進行制裁 同時 土耳其、中國和印度成為俄國的供應市場 能源和清潔空氣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 土耳其成為俄國在西半球的最大買家 去年購買了莫斯科24%的石油產品 和5%的原油 而在前無來 歐盟和美國針對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兩週年 發動了新一輪大規模制裁 2月23日 93個俄國、中國、土耳其和壓亂油企業 因為幫助俄國進行軍需貿易而受到制裁 這樣迫使土耳其採取避險活動 全球碼頭服務公司5日表示 企業運營的土耳其第七大進口碼頭 多地奧爾石油港口 將不再接受任何來自俄羅斯的產品 即使不違反任何法律、法規或制裁 來自俄國的產品以及裝飾的貨物不會被接收 這是為了響應現行制裁規則的附加措施 此舉將在每年影響超過1100萬桶俄國原油和燃料 也是在最近 土耳其因為放行瑞典加入北約的舉動 與美國建立了採購F-16戰鬥機的渠道 促進了雙邊合作 目前為止 美國、歐盟和其他合作夥伴 已禁止進口俄國海運石油 七個集團G7對運往全球市場的俄國原油 實施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 最近 因幫助俄國政府而被列入制裁名單的實體總數 達到了900個 網站報導 俄羅斯政府涉嫌利用一名塞爾維亞間諜 滲透歐洲議會 並在布魯塞爾散布親克里姆林宮的觀點 報導引述一份披露的西方情報簡報說 俄國的塞爾維亞間諜 涉嫌在去年10月與歐洲議員舉行了會議 在塞爾維亞與歐盟國家舉行的會議上 名為安蒂奇的間諜 進行了輸出親克里姆林宮觀點的俄烏問題宣傳 西方認為 他是一名俄國聯邦安全局的影響力代理人 據悉 安蒂奇跟隨著EPSU工會代表團 漸網暴露塞爾 期間 他們會見了幾位歐洲議會議員 而安蒂奇被指控輸出親俄觀點 對此EPSU工會辯解說 這次交談是透明的 唯一的話題是工會權利 安蒂奇5日沒有回應媒體的評論 目前 他因激烈批評塞爾維亞總統沒有契期的政策 因不明罪名被塞爾維亞執法部門拘留 據悉 他目前已經絕食 關於歐盟機構的間諜活動 在最近受到高度關注 引發歐洲官員警惕 最近 包括國防委員會主席在內的兩名歐洲議會議員 在智能手機上發現了間諜軟件 外界擔憂 歐洲議會可能受到間諜滲透影響 面臨情報竊脈 長期以來 塞爾維亞希望提交加入歐盟的申請 但亦是在同時 俄國正在暗中活動 以降低塞爾維亞政府的親歐盟情緒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4號呼籲 加快歐盟擴張 以對抗普京政府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與歐盟情緒 亦是在對抗普京政府的影響力 亦是在對抗普京政府之間的地區 等於在這裡 感谢观看